好 再帶您看到台灣人愛吃雞排 但是您吃過巧克力雞排嗎 這種淋上特製巧克力醬的料理 可是墨西哥傳了300年的傳統大菜 另外還有包裹著雞肉特色的墨西哥卷 還有福達樂 這些美味的異國菜 來看看開了30年的墨西哥餐館 是怎麼變出火花 煎過半金黃的雞腿排 淋上著黑黑的醬料 不說您可能不知道 這碗帶點辣味的醬 可是結合了十幾種堅果 辛香料的黑巧克力 香辣滋味要盛進雞腿肉 雞排得要先進烤箱 炒肉八分 炒肉 十五五 炒熟的雞腿排 業者用花豆泥 起司調跟黑橄欖當配菜 簡單擺盤 卻是傳統墨西哥皇室 又來招待貴賓的經典佳餚 1660年代的時候 他們為了招待西班牙的關聯 特別想出來的一道菜 實際上是有一種苦苦帶 有一點甜甜的香味 一點甜甜的 一點辣辣的 跟雞肉搭嗎 這個醬 很搭 就很特別的味道 洋蔥青椒紅蘿蔔 把牛肉炒得油光油光 著名的墨西哥料理還有這一道 用玉米麵餅皮包的鮮肉taco 掀開一看生菜cheese配上稀稀辣醬 如果還吃不夠 把雞肉洋蔥包得跟蛋捲一樣的福樂達 炸成酥酥脆皮 再淋上酪梨醬跟酸奶 幾乎每一道主食都能吃得薄薄薄 當然你也可以做別的荷味 那我想雞肉的接受度比較高 炎炎夏季食欲欠佳 想多用點辛香料刺激味蕾 道地的墨西哥菜 絕對更夠味 任新的收看黃俊玉 台北報導